北投小山坡上有一间查尔斯厨房 这里是张承琦和妈妈共同经营的餐厅 以奶酪为特色 平常也有客人来店里吃早午餐 享受美好时光 张承琦在2015年的巴仙城报中 全身受到55%面积严重烧伤 在母亲的陪伴下 不但勇敢走过艰难的附近路 更实现和好友的约定 创业开奶酪店的梦想 这次我们一起去玩 然后我们受伤 然后他处于一个昏迷到 他走前都没有起过 然后他走后 然后其实没多久我才决定说 那就干脆把这一次都完成 一方面是我们家里 我们家里经常会要请 需要你经常 那因为另外一方面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做可惜 那我想说好 那就是把它做起来 为了照顾张承琦 母亲王玉秀更辞掉了工作 照顾了半年吧 然后想想 对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收入了 那之前的 之前的 现有的 就是存款不够 那就是存款 那就是存款 把钱要回家 年仅20岁的张承琦 凭着高职在开瓶餐饮学习的专业 加上自己在厨艺上的精进自修 和母亲两人以他的英文名字 成立查尔斯厨房 共创新的开始 冰箱里 成列各种口味的奶酪 由香草 抹茶 蝶豆花 薰衣草 伯爵茶 以及玫瑰花 组成马卡龙色系 让客人爱不释手 每一口都是天然美味 顾客开心的笑容 也为张承琦带来动力 你要怎么样面对它 怎么样帮它更好 这才是该做的